为在华联观光渔港旁的向日广场 一度因为产权点交司法问题而闲置多时 在县府争取了经费整修 去年动工后 今年第一期的透过委外招租 期盼先初步活化渔港 而第二期则将会结合后方的空间 来活络整个观光渔市 29号的上午在广场前特别举办了 海味嗨味开幕活动 期盼打造以海洋文化为主轴的产业观光基地 荒飞多时花联观光渔港的向日广场 花联县府为了带动海岸观光商机 争取500万元经费 去年农业处开始动工整修 29日上午与赏金业者合作 举办海味嗨味开幕活动市集 除了邀请艺术家社展吸引人潮 也邀请12位花联大厨展现厨艺将海产入菜 期盼带动向日广场的观光人潮 大概还有500万经费可以投入这里 那这500万的经费要做什么 第一个在空间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小基地 开始去让今天各位在座 以及所有这些年轻人 可以在这里活化这个空间 做一个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呢 之前跟院长一直在交流 我们称它为太平洋聚落 也就是说从聚落里面串成一个狼道 那这个狼道出发点虽然从花莲 可是呢 未来我们北会从基隆宜兰这一段 来一起串联合作 当然当然一定要跟台东再合作 但在这之前 我们可能要开始先把花莲沿海这一段 先开始处理好 让所有每一个地方聚落很有能量的人 他们不只特色被全国看到 还要让这个地方的聚落的 跟聚落之间产生合作关系 让我们生意的模式可以出来 之前因为有产权点椒的问题 司法的问题 所以这个拉了一段时间 大家心心期盼 这次在农业处吴昆如处长 从去年开始动工 今年开始完成 我们希望在第一期这边的这个店铺 能够委外招租 然后活化整个狼道区 第二期后面 先政府现在已经规划完成 也即将来启动 再结合在后方的观光渔市 我想这是一个整个大片区 未来如果跟国海院合作 合作能够非常顺利进行 在后面的大草坪 再到我们后面的以前的这个游艇 还有渔船的修理的区域里面 我相信又有一个新的一般公报 来与大家见面 向日广场 全身为鸟踏实广场 华林县府一度委外经营 但成效不张 沦为文子馆 召监察院弹劾 2013年华林区渔会成租后 更名为有地中海 欧式建筑风格的 向日广场对外营业 18年渔会与业者 因合约纠纷新送而闲置 直到去年官司结束 华林县府编列运算 开始进行整理向日广场 目前第一期委外招租 后续第二期将结合房舍 持绊活络整个渔港和渔市 记得在邦夜华林区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